土豪一家又发起挑战 土豪和女朋友老妈和老爸组成两组夫妻队伍 双方要求对方做一些事情看敢不敢做 获胜的队伍可以获得奖品 土豪和女朋友想到先让老爸和老妈玩烫手山芋 土豪拿一个仙人球让老爸和老妈互喘 看着仙人长着满满的刺 先给手心默挨一秒钟 老爸和老妈两人忍痛大叫着给对方传仙人球 最后仙人球碰到了老妈的脸上 两人完成此次挑战 轮到老爸和老妈出招 老妈让土豪去公园遛狗老妈拿着遛狗绳给土豪 让他带着他的新狗去散步 而女朋友要假装成土豪的狗 土豪和女朋友满脸拒绝 直说不可能 老妈于是说自己赢得了挑战 土豪和女朋友来到公园 老妈又提出了新要求 要狗锻炼一下 土豪只能牵着女朋友散步 没想到老妈在旁边又出新招 说土豪的狗需要去长邓庞抢占领地 女朋友一脸绝望的过去撒尿 最后两人也完成此次挑战 接着土豪和女朋友又出新招 让老爸和老妈去健身房 穿上高跟鞋在跑步机上跑步 老爸和老妈尖叫着跑了起来 结果两人先后摔了下来 此次挑战完成 老爸和老妈决定要报仇 看着土豪和女朋友在吃冰激灵 老妈让土豪和女朋友变毒小兽 两人一脸不情愿地把冰激灵放在自己的额头上 也完成了此次挑战 再看土豪和女朋友 两人发动大脑想着整股老爸和老妈的法子 他们想到让老爸和老妈脸上涂满蜂蜜 让小狗去舔他们脸上的东西吃 老爸很快被小狗舔完 结果老妈这边 黑色的狗看着他并没有食欲 于是只能换一只狗来 老爸和老妈也完成了挑战 土豪一家来到超市 老妈想到要让土豪和女朋友走反向扶梯 超市人很多 土豪认为走错扶梯有些丢人 但是两人也只能去完成 因为他们并不想输掉这场比赛 两人跑向扶梯 快要上去的时候被保安拦了下来 两人一脸尴尬的返回 此次挑战也成功完成 土豪两人毫不认出 让老爸和老妈在麦当劳餐厅里点肯德基的食物 两人尴尬的点着肯德基的食物 最后为了缓解尴尬 点了一个汉堡 老妈的挑战难度再次升级 他选择让土豪和女朋友脱光衣服出门跑步 土豪和女朋友难以拒绝 因为他们很想赢 两人准备就绪 脱下预袍就跑了起来 土豪老妈很怕被邻居看到觉得尴尬 赶紧回家了 土豪和女朋友也偷偷的跑回家 土豪和女朋友决定要复仇 他们想到要让老爸和老妈重新结婚 并且是老爸当新娘 老妈当新郎 一切准备就绪 老爸和老妈换成礼服衣服走了出来 在这令人激动的时刻 在土豪的主持下完成了婚礼 土豪一家去吃饭 老妈想起他们的挑战还没结束 于是让土豪和女朋友挑战用手指抓着吃饭 两人尴尬的像个三岁的孩子一样吃起了饭 土豪和女朋友也立马想到一个主意 让他们不用任何餐具吃饭 包括手指 老爸和老妈端起盘子开盖 回到家里 土豪和女朋友正要洗澡 老妈突然决定要他们洗黄豆澡 在浴缸里倒了两大桶黄豆 两人满脸绝望的坐进去洗豆子澡 但是听到老爸和老妈要把门锁了之后 土豪和女朋友赶紧认输 最终老爸和老妈获得胜利 得知奖品是在游戏中购买300颗宝石 以及一些免费皮肤 老妈瞬间懵了 后边土豪还会发起什么刺激的挑战呢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